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周四的市场情况 那在澳洲方面呢 昨天澳洲指数是再一次创下了2016年的最高点 是冲破了5500点的高位 上涨幅度达到了0.3% 其中依然是金融股和矿业股是领跑大盘 那昨天中国方面的也是在阴跌了四天之后 上证指数迎来了首一次的轻微上涨 昨天上证指数呢是上涨了0.4% 收盘收在3039点 深圳方面呢大约也是上涨了0.3%左右 收盘收在10780点附近 欧美方面昨天普遍变化不大 欧洲方面呢三个国家上涨和下跌都在0.1%至0.4%之间 美国的三大指数也是两个下跌一个上涨 那基本呢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呢美国呢这样一来也是结束了它过去7天的连续上涨 那么原油价格昨天呢大约下跌1美元左右 现在重新回到了44块钱左右 那么我们要知道呢原油价格在下方的主要支撑线就是43美元 一旦跌破了43美元之后呢 原油价格将有可能有更多的下跌空间 另外在外汇方面昨天美元指数有所下跌 因此呢欧元英镑澳元价格呢有所不同程度的反弹 那今天在热门话题里面呢我们着重来说一下的呢 是这个目前全球市场的大宗商品疯狂呢是趋于平静 但同时呢中国在这个光纤数字背后 钢铁业是承受着震通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么多天的股市和汇市呢 今天就来说一下这个大宗商品 我们知道今天上半年石油和黄金毫无疑问呢 就是上半年六个月的市场表现中的明星 这个上涨呢都已经是非常的厉害 最少的是30%多的是50%左右 但是在经历了过去六个月的上涨之后呢 现在应该来说很多投资者如果在年初买入的时候呢 现在已经平仓离场 如果还没有买入的时候呢 现在也不会像年初一样那么疯狂 现在更多的呢是相对于比较合理 这个市场呢也正是由这个价格呢 更体现体现出来这个供求关系的平衡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不论哪种商品啊 它不可能永远上涨也不可能永远下跌 肯定有回调的一天 那在如今看来我们之前反复说到过 看石油和黄金先说一下黄金 影响黄金两个因素 第一是美元到底是升还是接跌 就是美元的强势或者是弱势 那影响美元最大的形势呢 毫无疑问就是美联储是何时加息 加多少次息 那从年初到现在来看的话呢 这个美联储依然是使用各种借口 拖着不动不加息 这也使得美元呢 长期今年来说是保持着一个相对的弱势 这是黄金上涨的在过去六个月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市场的风险 只有当市场风险上涨的时候 黄金价格才会上涨 要不然的话呢 大家都觉得风平浪静 都去投资风险产品 那就没有人去买黄金 那另一个促使黄金 在过去一直上涨的原因 就是今年应该来说全球的央行 包括了中国 日本 欧洲 包括了这个英国 现在英国自己把自己归出欧洲以外 这些国家的央行呢都通过降息降准 或者是通过量化宽松 在不断的朝市场里面注水 也就是说市场里的钱是越来越多 因此呢 各个投资者或者是钱主呢 都想着如何让自己的钱不去贬值 不会让钱呢越来越不值钱 因此股市和黄金就成为了 在这个市场里面两个最主要 也是最流行的投资渠道 那我们说的投资渠道里面呢不包括房地产 因为我们说的是这个流动性资产 你这个房地产的话呢 不可能今天买了之后 明天立刻卖出 所以流动资产里面呢 主要的还是股票和黄金 那我们说到的股票和黄金 其实呢它走势很多时候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 股市上涨了 那么大家都把钱拖到股市里去 黄金就会下跌 因为市场风险下降 如果风险上涨 大家都不敢买股票 这时候黄金价格呢就会上涨 因此呢 如果我们假设这个钱是一个固定的数额 那么黄金和股市就像是翘翘板一样 一边高一边低 那永远不可能呢 长期的两者一起上 那我之前反复说过 股市黄金一起涨 这个现象非常的不正常 那从现在来看的话呢 这个黄金价格在未来的走势 依旧是我们还是根据我们来判断的 第一看美元 第二就是看风险 如果下半年风险继续扩大 不论是南海风险也好 英国风险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事件 这些事件如果是不断的发酵扩大 那么黄金的价值将会继续凸显 那另一方面 如果美元从原来四次加息降到两次 两次加息降到一次 一次如果再拖到年底的话 那么黄金将在未来依旧保持着持续的上涨趋势 可能这个趋势比较弱 但是中长期黄金上涨 到现在为止呢还是不变 那么石油方面的话呢 也是一样 除了它的供求关系以外 我们更需要考虑的一点呢 就是这个页岩油的价格 我们知道页岩油呢 一直是威胁着 以沙特为主的欧派克组织 他们控制原油的这个野心 那么页岩油它的成本呢 大约是在30至38 算它35至40吧 35至40左右 因此油价不可能距离40以上 非常遥远 要不然的话呢 过去两年所做的努力 都是白费 要不然的话 这个页岩油一旦死回复燃之后 又会挑战 欧派克组织 他们的定价权 因此在上涨了这么多之后 接近于一倍之后呢 我们现在如果再预料到 原油价格从45涨到90 这是几乎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了 原油价格在今年下半年 很有可能是保持在一个运动区间范围之内 很有可能呢 就是压着页岩油的成本价 35至40来走 就是跌也跌不下去 因为再跌下去呢 对于沙特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你再上涨呢 也不涨 就比你的成本高一点点 看你能不能起来 那另外我们再讨论了这些商品方面 在地球另硬端 我们也知道呢 中国的数据非常的好看 这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呢 并不是说跟超过8%或者9% 那么跟原来大家都预计的 在放缓的相比的话呢 现在6.7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了 但是我要说的是但是 在这个光鲜数字的背后呢 制造业那尤其是钢铁企业 现在是承受的巨大的压力 先不说现产量或者是限量 就是停产 使得很多钢铁企业呢 现在是没饭吃 就算是他有饭吃 现在很多钢铁企业 甚至于已经被爆出了 可能会倒闭清算的 这个面临的处境 其中一个例子呢 就是现在东北特钢集团 东北特钢集团呢 现在也是 由于连续违约 使得呢 债权方 就是上门逃债 你还不还钱 你不还钱就应该倒闭 倒闭清算 你剩余多少钱 我把你全拍卖了 但是呢 这并不是一个非常 这个 一是一二十二的问题 因为在中国的话呢 我们知道 很多时候呢 政府方面不单单考虑的是经济价值 还有一个社会影响 因为大型钢铁企业通常它的员工都是上万人的 大的有五至十万人之多 一旦倒闭 那么这一些闲散人员到社会上的话呢 这个负担由谁来承担 是社会承担 还是政府承担 所以呢 现在企业方面呢 是希望政府能够担保 进行这个债转股的计划 但是呢 债转股 我们之前说的 就是把你的债务通过股权的方式 卖到二级市场里面去 让这个投资人来买你的这个坏债 但这一步呢 你过去违约了那么多次 先不说你债转股 这个股定多少钱 就算定出来钱之后 有没有人买 买了之后 买了钱能不能还这三百多亿的欠债 都是个问题 然后呢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即使你放出去了 价格也定好了 谁来买 可以说是二级市场 那谁是二级市场呢 应该来说 就是投资者自己 也就是说 这个三百多亿呢 原来由债权方 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呢 很有可能就转接到了 我们投资者自己手里 接着来说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说澳洲指数 澳洲指数呢 昨天应该说是 冲 我们说到了激进挂单 在5515 但是从昨天到现在呢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太大变化 上上下下呢 大约也就是在15点之间 那应该说呢 在澳洲指数 现在上方依然是被压在5540点以下 只有再次冲破5540 澳洲指数才有可能继续向上 所以从总体上来说 目前呢 澳洲指数呢 依然可以说是在 维持在30分钟以上 因此今天呢 我们还是要等待机会 等待机会 今天可以考虑的策略呢 整体上以5540 上方五规点5545的价格 挂单买入 那保守的卖出的话呢 可以考虑在30分钟图 跌破以后的5490 挂单卖出 激进一些的卖出单 卖出单呢 可以设定在5500点 就上方是就是离5490呢 再近10个点的距离 接着来看一下外汇 首先来看一下澳美方面 澳元 那澳元呢 从过去4天 18号开始下跌到现在呢 一直是在被这个压制着走 也就是说 它不论是30分钟 还是一小时 都现在是下跌 下跌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呢 不能盲目进场买入 要等到它 一定要等到它这个 信号出现 也就是说30分钟或者一小时 反转之后 再去进场买入 但是今天呢 澳元的机会应该说是比较大的 因为在过去几天 反复尝试了0.7517 没有被冲破 因此今天我们可以挂单 买入单就挂在 7520至7525之间 如果冲上以后 将会有比较大的机会 那至于卖出单的话呢 我们可以考虑的价格呢 则是昨天的最低价 0.7450 比较稳妥 接着来看一下欧元方面 欧元呢 整体上来说 目前也是没有太大变化 没有新高 也没有新低 所以我们今天呢 也是跟欧元一样 是以等待为主 买入单挂在一小时通道线上方 5到10个点的距离 也就是说 那卖出单的话呢 买入单可以在1.1055的价格左右 而卖出呢 则按照昨天的最低价 1.0980 再往下5个点 0975的左右 挂单卖出 那最后来说一下黄金方面 现货黄金呢 从现在来看呢 昨天是顺利的冲破了30分钟通道线 最高达到了1335附近 但是呢 在这个价格 1335呢 也没有冲到40 再次的回落 所以说 这说明黄金目前的阻力件 大约就是1340左右 那现在呢 虽然黄金是上了30分钟和30分钟图 但是目前呢 依然是受困于一小时 只有一小时冲破之后 那么黄金在中长期的走势呢 才能更加的明了一点 因此今天我们如果是保守一些 我们还是在1340以上挂单买入 如果呢 稍微激进一点的话呢 可以在今天早上的最高价 1333.9也就是1334挂单买入 黄金现货 那至于卖空单的话呢 我们则以昨天的 这个保守的话呢 以30分钟的话就不太不太好了 距离太远 我们以一小时 以今天早上的最低价 大约是在1328 如果跌破之后 卖出黄金 最后来跟投资者说一下 今天要注意的事件 今天呢 在晚上6点30分 英国将会发布 他们的制造业数据 以及服务业的PMI 再到晚上10点30分的时候呢 加拿大会发布 他们的核心通胀数据 以及呢 他们的核心销售业数据 所以今天晚上呢 对于英镑和家园来说 将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投资者呢 需要谨慎对待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